日本金牌集吹奏隊有橘色惡魔之稱的京都菊高校吹奏部 將要在國慶大典上表演 6號一早在圓山大飯店大廳快閃玉眼 吹奏隊成員們拿著樂器一邊演奏一邊跳舞 展現青春火力 國慶晚間總統府前也將上演大型的光雕秀 大螢幕上呈現台灣藝術家陳成波等人的經典畫作 就像是大型一郎 緊接著總統府竟然翻轉了一大圈 總統府搖身一變成為寶島戲院 播放海角7號等25部台灣國寶級的經典電影 國慶焰火將在嘉義的故宮南院上空展開 將無人機結合光雕水霧和高空煙火 還找來交響樂團演奏 預計在國慶當天晚上6點半開始演出 在晚上8點施放長達45分鐘的煙火 國慶空中兵力展演6號早上也進行預演 固定翼懸翼天關機飛過總統府上空 原本還有永鷹高舊機與F51戰機以及巨幅國旗 但因為天候不佳而被取消 雙十國慶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精心準備各種精彩表演 要跟民眾一同歡慶 記者林鎮堅王爺的台北嘉義報導 海皇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把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